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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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听完我讲这个PPT之后 你们可能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我今天要讲一个个人的故事 这个是我高中毕业的照片 那年我15岁多不到16岁 能找到我吗 在哪 对 这是我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时候 我看起来就是一个特别循规道具的学生 基本上家里人 然后朋友期待我做的所有事情我都尽量做得最好 那一年我从深圳实验毕业 然后是深圳市的理科状元 然后考入清华 进入计算机系 然后在这个清华毕业之后去了斯坦福 念了两个硕士 然后毕业了之后 进入Google 然后在Google的总部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那个是04年 Google刚刚上市 那基本上是全世界最好的tech公司 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说 你在那个时候肯定特别特别开心 因为你想要的都有了 别人觉得最好的你都有 刚才有一位妈妈带着小孩来说 说快跟姐姐照个相 因为姐姐所有的好大学都上过 但是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当时04年 我一点都不开心 我很不开心 我在Google04年到08年之间 当然我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内心里边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做的 我不想做一个 别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就是我也是80后 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 我生下来 大家就给你一个框框 你就跟着这个框框走 然后上最好的中学 大学 出国 工作 有房子 有车 有孩子 那不是我想要的 我怎么办 然后我碰到几个朋友 那几个朋友都是当年 跟我一块进Google工作的 就是很有趣的 他们刚好全都跟我同年 然后都是Stanford毕业的 第一个叫Roger Shah 然后他当年就是在Google 负责一款很重要的产品 但是他打动我的是 他是一个极好的布鲁斯吉他手 我可以听他弹布鲁斯吉他 弹两个小时不带停的 他绝对是一个顶尖的艺术家 然后他在斯坦福是学计算机的 在这个Google特别受器重 但是忽然就是09年有一天 他告诉我说他要辞职了 我说你干嘛去 他说我不想工作了 我要去弹吉他 我要去写音乐 我要写书 我说你不工作怎么有来源 他说其实每天能吃饱不就够了吗 从那个之后到现在 他一直都没有工作 他一直在旧金山 然后他每天都在写音乐 他有自己的一个乐队 然后他演奏 他自己可以出一些唱片 他在写书 我每年会旧金山的时候 我都会去看他 然后他脸上洋溢着一种 幸福的笑容 他说这是他想做的 Jessica Yun 这个也是当时我的同事 跟我一年进Google的 这个人在我们那一届 就是我们当时一块进去的 Associate Product Manager里边 最受高层的重视 当时我们的老板 Marissa Meyer 就是现在的Yahoo的CEO 然后就是让他来负责Google 当时所有的主页 每一个Button 每一个Pixel 都是他负责的 当时他在20出头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将会是Google 最年轻的一个 这个Director 就是总监级的人物 然后呢 大概是 也是大概07、08的时候 他忽然说我要辞职 我说你辞职干嘛去 他说我去周游世界 同时我要去一个野外的 这个逃生的一个计划 他说我想看一看 就是那样的环境下面 人是怎么去生存的 他说这个 比每天调Google主页上的Pixel 要吸引我太多了 他放弃了大量的期权 然后他去那个野外求生计划 待了一个月 跟一帮人在一起 然后没有任何的食物 他们必须要几个人一起 然后杀掉 徒手杀掉一只羊 才能活下去 然后他现在是美国 很有名的野外逃生的教练 然后这个是他的职业 这是他想做的事情 Brett Taylor 这个人比较有名 然后他也是当时我们的 就是Associate Product Manager的一员 他当时是负责Google Maps的产品经理 离开Google之后 他做了一家公司 自己的公司叫做Friend Feed 然后这家公司他卖给了Facebook 后来他成为了Facebook的CTO 在Facebook上市的那一年 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Facebook 因为他告诉我们 他还想做一家公司 做一家公司是他的愿望 做世界上最牛的公司的CTO 不是他的愿望 他现在自己在做自己的公司 还在苦逼的奋斗中 但是他很开心 回过头来当时我问自己 你到底想要什么 如果就是好的学历 好的工作 一大堆的期权 在美国的生活 不是你最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 我想不清楚 因为放弃这些东西挺难的 是不是要回国 我从小就想创业 我母亲是自己创业的 我从小就很崇拜比尔盖茨 我总觉得说 做一件事情可以改变全人类 真的是太酷了 但是那真的是不是 我最想做的 我不确定 那个时候有一种不安全感 这个时候我给自己做了个测验 我问自己说 如果你拥有一百个million美元 一亿美元 如果你拥有一亿美元 你可以随便用 这个时候你会去做什么 我想象了一下 我肯定去创业 再回过头来我告诉自己 原来其实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想创业 其他的那只是你心中的不确定 你就是怕自己没有生活来源了 没有那么光鲜了 但是说实话 你有一亿美元 和你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你没有那一亿美元 不会吃不饱穿不暖 你为什么不去追求 自己想做的事情 于是我回国创业 当然我又问自己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还是像以前那样 天天就是一个工作狂 学习 工作 没有别的事情吗 我说其实不是 我觉得那个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生命里边 已经miss了太多的东西了 我是一个特别有好奇心的人 我很想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跳国标舞很多年了 我的梦想 我一直想去英国黑池 最好的国标舞比赛去比一次 我体育很差 但是我想去跑一跑马拉松 我都想试一试 所以在创业的同时 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这个是视频上截下来 那个是我从飞机上跳下来 跳伞 这是我登雪山 那天把腿给摔断了 然后是马给驼下来的 冲浪 那时候我在旧金山的冷海水里面 每周都去冲浪 这是我在英国黑池比赛 跑马拉松 三十岁那天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 练了半年 滑板 潜水 盖拉拿的执照全都拿了 自己背包走了将近四十个国家 那是我在南极 然后一一年的时候 我快三十岁了 我跟自己说 我得有个家了 我找男朋友不是很容易 然后我当时在想说 其实找男女朋友 或者找另外的一半 是一个信息对称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适合你的 视灵的人 其实肯定会有很多 就是按统计学的概念来说 就是有很多 但是他们在哪里 你可以在哪里找到他们 如果你很难找 把自己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别人就知道了 不是吗 那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节目 《非诚勿扰》 那个时候的收视率超过四 就是有四亿多的观众 在看这个节目 我想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然后我就站上去了 站了三个月 因为这个节目 我认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其中有一个人 他因为这个节目 知道我是单身的 他就是我现在的丈夫 然后现在有一个 很美满的家庭 我的儿子 当然我还有我的事业 木瓜移动 这个公司我做了七年了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广告里边 这个比较靠前的企业 12个月之内 应该也会在这个A股上市 然后但是在这个同时 大家就说 我听你的故事 觉得就是一个别人的故事 你那么聪明 学霸 然后闭着眼睛就可以考第一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对我没有借鉴意义啊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这个人超级拼命 而且我最尊崇的一句话就是 笨鸟先飞 我从计算机 就是清华计算机出来 从Stanford计算机出来 我见到世界上太多 太聪明的人了 我一点都比不上 我真的比别人努力很多 刚才说的就是我在 我甚至去爬雪山的时候 我摔断了腿 被拖下来 接下来我要去英国比赛 我当时那个照片上 那个腿是打着绷带 然后打着封闭去比的赛 包括这个公司 中间有很多起起伏伏 我曾经因为我们产品 从Apple的这个App Store上面 全部下架了 然后飞到美国去跟他们讲理 然后在他们楼下等了七个小时 就等位见他们一面 跟他们讲这件事情 然后当时公司也遇到过 很多起起伏伏 转型的时候面临要裁掉一整个团队 都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 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那你可能会问我 那你怎么有时间做那么多事情呢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每周工作四小时 很多人可能读过 这里边这句话启发 对我启发很大 平时大家所有一般都是 20%的你的付出 获得了80%的结果 而另外的80%的这个付出 只获得了20%的结果 对你自己来说 你就得知道 我那个最有价值的 20%的付出在哪里 我去练它 我就能做比别人多很多的事情 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我因为 当时在Google的时候 见到我那几个朋友 他们脸上洋溢着这种 幸福的笑容 我就在想说 怎么样能像他们那样子 然后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 你到底是谁 你想做什么 其实很简单 忘掉那些别人告诉你 你是谁 你应该做什么 你问你自己 你到底想做什么 这个很重要 第二点 克服你心里的不安全感 我当时用的一个方法 克服我自己的不安全感 是给你100个million 1亿美元 你想去做什么 那你就去做 当然还有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不安全感 我有时候会问自己说 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如果最坏的情况 你都能接受 你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 我告诉自己说 只有一样事情 我是比较难接受的 这个最坏情况就是 我会死 除了这个之外 都是可以接受的 最后一点 确定了上面两点之后 Try really hard 就是真的真的要 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然后达到你想要的 这就是 Be all that you can be 谢谢大家 谢谢 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